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前两点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那我们讲一下第三点 对于女性同胞不要跟陌生的男性产生微笑的表情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微笑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微笑其实是一种催眠 当我们面带微笑的跟另外一方去交流 或者是面带微笑面对另外一方的时候 对方会对你产生一个非常好的好感 所以当你跟一个陌生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下 在路过的时候你面对微笑跟他正眼直视 其实会造成的危险就是 他可能会潜意识的被你所催眠 然后产生所谓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要避开危险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行为 所有的防身的一些技巧都是在危险之中去使用的 可是如果我们避开了这样的危险 所有的技巧就不会再使用 那我们也就安全了 所以对于女性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尤其第三点 不要在陌生的场合里边对陌生的异性产生微笑的表情和眼睛直视他 这样的话很可能把他给催眠 最后因为不了解他的情况 不了解他的性格 不了解他的人品 最后他可能会对你产生邪念 大家记住我说的第三点 有无理关键 好 今天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潜意识的一个课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